来到越南呢 绝对不要错过 越南妹妹啊 亲自给我们自搬的伙食 这两个越南妹妹呢 现在已经给我准备了 这个晚餐啊 今天安排的菜息呢 比较特别 主播呢是北方人 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啥东西 啊 有没有老铁知道 这个是啥菜息的 这个菜呢 呃 长得这个跟茄子一样啊 里边都有那种小枕绳 而且尾巴呢 跟那个茄子的地板是一样的 啊 这个越南话怎么做呢 这个菜叫什么名字啊 叫嘎伐 听起来很别扭啊 但是翻译成中文 我不知道什么叫什么 咱们直播间里边兄弟 有没有认识这道菜的 长得还挺别致的啊 这个东西只有一点点啊 长不大吗 就这一点点 就一点点 长得跟珍珠似的 是不是啊 白白的 地露圆地露圆的 哎呀我去 还小小的 这个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一般在越南做这个菜是怎么吃啊 对 炒吃 炒菜吃 对 啊 他们说呢 在越南啊 做这个嘎房 是炒着吃的 嗯 啊 说很好吃 今天呢 我就尝试一下了 看看我越南两个妹妹啊 给我做这个嘎房 味道怎么样 有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的 可以评论区啊 然后评论一下 让我知道它叫啥名字 我看来就说了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